入口呢 要滑嫩鲜香突出的中海米的味道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海米肉片 来 用先做好菜 吃出经常来 这个菜是个传统老菜 做起来呢 非常好上手 咱们先把这个姜切成豆瓣姜 来 这样就行 这个就不切这个豆瓣蒜了 切一块 朋友们看 就说这个豆瓣蒜是什么样的 你就知道是这样的 这个形状 这是老菜 人就这么要求的 所以这么配 你现在看看压呢 你就这样来个痛快 豆瓣大小的碎丁 然后呢 把这个中海米30克 放到温热水里 泡上三分钟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配料先切了啊 切成大瓦轮块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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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橡眼片 这个样子 这个黄瓜呢 还必须要有啊 有这个中海米的味道 再喝黄瓜 再喝黄瓜这个清香味 香味也是非常不错的 看看 看看 橡眼片 这就叫橡眼片 橡肉啊 橡肉啊 你自己选择一下啊 切的时候呢 便把它切顺丝了 就可以啊 这是八两肉 现在呢 给它切成大柳叶片 去一刀 回来一刀 这样 这一片啊 去一刀 回来一刀 这样的片 连贯起来 这一刀就不能切了啊 片片 薄一点 让它 片 片好了 要比切的还要薄啊 这样就行 朋友们 这个呢 是把这个干虾眼里的盐往中换一下啊 这样的话呢 下锅一炸 这个香味就上来了 这个汤汁也不能扔啊 直接呛锅先炸还能用上啊 现在呢 先把这个上汤汁啊 上汤 这个上汤呢 非常简单啊哈 味精 0.5克盐 再加上25克的 水 满满两刀就是一两 看是这么抓 直到呢 抓这个肉片呢 非常粘稠 挂去面 这个版本做法多种多样啊 各个菜系做的也不一样啊 咱们做的是黑龙姜的制作方法 看 非常粘稠了 这个程度 加上蛋清一个 吃淀粉 放这些 35克炸鸡啊 泡好的淀粉 哎 上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油呢 朝常三成热就可以 三至四成热啊 食指呢 就是说一百度吧 好了 看主文啊 这样刮开 四刀要结白 啊 四刀要结白 看看 找这片形的 这就可以了 黄瓜片一绿就可以 哎 这样 炸出香味儿 放入葱姜蒜 烤出香味儿 放入黄酒 这会儿一面就上来了 加上生抽 土葱酱油 啊 这又是一个版本的制作方法 这个汤叫锅汁 什么叫锅汁的 锅里 它可以在碗里 调到碗汁 然后呢 加上盐 味精 调取一点点糖 啊 一下鲜度 现在呢 可以加下粉了 不要给多啊 分两次 三次去嚼着这汁 汁呢 就是米汤茄的汁才好 再淋上点 哎 看这个程度 还差点 哎 是不是行吗 现在不要爆得过去 哎 哎 这样就可以 朋友们看一下这个颜色 哎 汁不要过干 啊 像这样 多少能一出点汁 这效果才好 哎 入口呢 要滑嫩鲜香突出的中海米的味道 哈哈 这干虾仁 哎 干虾仁不要放很多 啊 这么大颗粒 你照个十三次各种放啊 就已经不少了 关键炸锅的时候 用的高油温一炸 腥味儿飞出去了 鲜味儿出来了 这会儿再好 今天这道菜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各位观看 我们可以在一起 就让你扩心啊 冷静嘴 好 冷静嘴 好 冷静嘴 好 Bern便宜 好 冷静嘴